這邊的話會比較大的問題是這個 REPT加LEM 那所以呢REPT加LEM 如果你對這不熟的話 你可以切到前面工作表一個REPT 那什麼叫REPT 就是重複嘛 重複的話呢 重複什麼 重複哪個字的意思 或者重複哪一些字 那比如說星號好了 假設這邊的話 不是說叫你說 一顆星 一百五十八就一顆星 兩百八十六就兩顆星 不是這樣用複字貼的 而是說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用REPT來完成的話 你可以插入環數吧 那第一個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插入環數 之後的話呢 一般習慣 你還是可以用這個上面類別 因為這個類別的話呢 裡面就告訴你說 它把概括分成 其實大概九類吧 還是幾類 那其中大概比較重要的 大概就是我分的五大類 因為最常被用到 其中有一類的話就是文字類 所以你可以點選文字類 那這個文字類裡面的話 就會有這些 比較重要的函數 那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可以的話 每個都把它去稍微了解一下 如果暫時用不到沒關係 至少要知道說有這些東西 比如說 像常用的 不常用的啦 像什麼 ASC有沒有 其實就是什麼 將全形字轉為半形字 如果你的資料裡面 剛好有那個全形 那你要希望把所有資料 轉成半形的話 那就ASC OK 如果顛倒的話 如果要把半形字 全部轉成全形字的話 裡面有啊 第幾個 第三個就是了 BIG5 BIG5就是什麼 把半形字轉成全形字 那全形跟半形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啊 如果算BIG5的話 全形是兩個BIG5 半形是一個BIG5 OK 這當然基本規則 所以喔 底下的話 會有介紹到BIG5的問題 底下當然還有什麼 如果你要從那個 內碼裡面去取哪個字的話 有CHA函數 或者CLEA 剔除哪些字 或者是CALL等等的 那這裡面當然我剛剛 後面會提到FY函數 所以我講過啦 最好有時間的話 第一個 你可以稍微尿一下 哪些函數可以做什麼功能 那這些就是他能做的 OK 那其中的話 我們往下找一個R開頭的 這個REPD函數 你可以找這個REPD函數 OK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敘述 所以你慢慢習慣喔 假設哪些函數沒用過 下面會告訴你的訊息 因指定的字串 重複幾次顯示 大概是這樣 然後呢 並且要怎麼用它呢 它會告訴你說 它要兩個參數 REPD刮符 後面有一個TES TES TES的話 基本上就是 你要重複的字是什麼 TES 文字 那豆餅後面有個LUMBER Times LUMBER 應該是 號碼 Times 其實關鍵是Times 幾次的意思 意思說 重複幾次 所以慢慢如果能夠看得懂 它要你提供的資料的話 你按確定喔 那你要提供給它就好 所以喔 它的規則就是這樣 第一個 你知道它能做什麼 第二個的話呢 它要跟你要什麼資料 那你給它對的資料 它就會給你對的結果了 OK 所以第一個喔 TES TES 意思說你要重複什麼什麼資料 它就 新號 所以新號你剛剛指向C1 OK 那它就幫你把C1的資料 直接就幫你搬到這邊來了 那你可以看到喔 C1這邊的話呢 會有一個新號產生 那新號前後也有雙母號喔 特別說那個雙母號表示什麼 表示就是一個文字喔 如果說將來喔 你那個前後是有雙母號的話 那表示這個就是一個文字 OK 那把資料帶過來 第二個的話要重複幾次 那次數的話跟什麼有關呢 跟這個銷售量 有沒有 它這底下講 每100筆給一顆星 所以你把這個 B3儲存格帶過來 它這邊就158 但是158 如果你現在按確定 它就變158顆星了 所以怎麼辦呢 你要除以多少 100嘛 就是100 給一顆星 那除完之後 那邊1.58 如果你看右邊 我還蠻建議各位 你做完之後的話 可以稍微看一下右邊 右邊 前後一定沒有雙母號 它表示一個穩 一個數字 那1.58 理論上 當然沒有說 有1.58顆星這種東西 所以它只會給一顆星 1.58其實就去掉了 OK 如果比較精確的 大概就是 那我們也乾脆幫它去掉小數點的話 如果我要把小數點去掉的話 一般會在這個計算公式的外面 再包一個int 有沒有 你就在外面包一個int 前刮弧 然後再一個後刮弧 那你可以發現呢 你的右邊這邊 出現的這邊1 1.58 就不見了 那int實際上 就是int int就是整數的意思 所以 int的含就是 我只幫你取整數 那小數點就捨棄掉了 OK 不過另外其實還有一個函數 叫run down run down也可以 不過當然我不推薦你用它 為什麼 因為run down太長了 有沒有 你打int 打完了 你打run down的話 你要run的 加一個down 哇 打太多次了 所以同樣的 能夠做出來的 像我的習慣 盡量找那個比較短一點的 有沒有 這樣比較簡潔 OK run down也可以 不過run down要給兩個參數 int只要給一個參數就好了 所以int其實在這邊有絕對的優勢 OK 好 按個確定 好 那 接下來大家向下填滿 不過填滿的時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填滿的話 它會有錯誤的發生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參照到的那個什麼 儲存格 因為我們現在是參照到C1對不對 那特別是如果你向下填滿的話 只要是列號都會幫你加1 這是固定規則 那如果你不要把它加1的話 很簡單 就把1前面加什麼 加一個前的符號就可以了 意思是 我就固定在第一列的位置 欸 C1喔 就一直在1的位置 不要變2喔 OK 這樣按確定就可以 那C的前面要不要加呢 其實C的前面不要加 因為C 主要是針對向右填滿的時候 如果你向右填滿 你不要增加燃號 因為如果向右填滿 C會變低 那如果你不要的話 那你就不需要 因為 我覺得還比較精確一點 因為有些同學喔 習慣就是 這邊再把C前面加一個前的符號 有沒有 那當然 其實說真的 做出來也不會出錯啦 只是就我來看 我會覺得你多持一舉嘛 因為你不需要你會想要做 OK 所以我的習慣是 現在還是精確一點 如果你做的事情 就不至於會發生一些奇怪的現象喔 OK 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那IPD這部分就完成了 有沒有 OK喔 就我們快可以算我IPD了 給幾顆星 再來 切到那個LEN LEN的話呢 這邊不是有長度嗎 這裡面的身分數量 哪一些是錯誤的 那一定要10個字嘛 所以你插誤函數喔 你可以找到什麼 一樣文字類裡面的LEN 所以L開頭的 OK LEN嘛 那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下面還有一個函數 叫LENB 咦 LEN 那為什麼要多一個LENB呢 喔 其實這邊會講喔 LEN是算幾個字 那LENB是算幾個什麼 幾個B乘 幾個B乘 OK 幾個B乘 那幾個B乘 那幾個B乘跟什麼有關呢 有沒有 我剛才特別想講 全形B乘 因為如果你是全形字的話 那就是兩個B乘 但是是一個字 OK 兩個B乘 一個字 所以以後啦 如果你要找那個什麼 找某個球星格裡面 到底全形字有幾個的話 你就把LENB的結果 減掉LEN的結果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裡面到底有幾個全形字了 有沒有 因為全形字是兩個B乘 但是卻是一個字 OK 你可以試試看喔 有沒有把某些字 那 可是問題喔 如果要把它轉全形 影響的只會是 英文跟數字 跟中文 中文一列就兩個B乘 它不會因為說你把它轉成BIG5 它就變 變四個字 不會 因為中文字本來就是兩個B乘 所以不會受影響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大概關鍵啦 所以 我是建議你慢慢去 用理解的方式 全面的了解這個函數的使用 因為它有固定規則 你了解之後 你又多選一個了 以後遇到問題 你就知道該怎麼解決 那我們這邊只要用到LEN就可以了 按確定 然後呢 它問你一個問題 你的text文字在哪裡 那我就把身分字號給它 它會告訴我 裡面有幾個字喔 LEN 按確定 當然如果你現在用那個什麼 LENB 它也會是十個byte 因為裡面全部都半型的 有沒有 OK 按確定 十個字 當然你如果想說要練習的話 你可以用在旁邊 插完說用那個 剛剛講的BIG5 你把BIG5 把這個身分字號給它 按確定 你會發現它過來的東西 就會變成全型了 有沒有 那全型字的話 你在旁邊練習 再插入什麼 LENB的話 那你會發現LENB 幫你算出來的話 這裡面幾個byte 20個byte 有沒有 OK 所以也許你可以在旁邊 多學習啦 這樣的話 基本每個 都可以這樣玩玩看 你都會知道 喔原來它的圓圓圓的 是這樣子 OK 那又遇到全型半型 這不是問題了 你就不會說 喔這 怎麼辦 裡面 一下有全型 一下有半型 然後你找錯資料 的問題發生 OK 那底下的話 當然我可以向下填滿 那你可以發現 這邊的話 就有兩個錯誤 那你可以再用邏輯函處 把這兩個錯誤給抓出來 有沒有 如果它的LENB的結果 LENB的結果 不是十個字 那表示錯誤 是把這是 否啦 就錯誤的 OK 那另外這邊其實還可以延伸 學一個這樣 middle 函數 後面我們也會用到蠻多的 身分證字號的第二碼 有沒有 就性別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喔 這邊是把它抓過來是性別 那問題是 你抓過來第二碼是一是男 二是女 那問題是你抓過來之後 還要轉換 所以這邊的話可能會分兩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就是你先抓第二個字 第二階段就是再做邏輯判斷 那所以喔 這個地方的話呢 性別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先 我習慣是 我先把它放大一下這樣 這個地方呢 你可以插入函數 然後呢 先用MID函數 把它先抓第二個字 MID按確定 那MID的函數喔 它比較複雜一點 它會跟你要三個資料 你拿三個資料 第一個 它問你TEST TEST是什麼 然後你的身分證號的意思啦 TEST就是你的資料在哪 你的文字在哪裡 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的話呢 它會 前面有個叫STAR NUMBER 所以慢慢你要習慣看懂前面的訊息 STAR NUMBER 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從哪個字開始 抓你要的資料 所以我要從第幾個字呢 第二個字 所以你就輸入2 那第三個問題是說 NUMBER CHARGE 是字元啦 意思說 你要抓幾個字的意思 白話說 你要取幾個字回來呢 那我要取 有沒有 一個字嘛 所以就輸入1就可以了 OK 所以它的整個意思就是說 你告訴我身分證號在哪裡 那你告訴我從哪個字開始取 然後再第三個告訴我說 你要取幾個字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它有點像一個問答 所以函數就是這樣的在使用 也就是說 你給它它要的訊息 它給你你要的結果 OK 所以其實不難嘛 但是可能要特別注意一點喔 就是 取回來的東西 你給它看一下喔 看哪裡呢 看這個地方有沒有 這個1啊 其實理論應該我要個放大字 把它放大一下 因為上面的話 你會發現 它是有什麼 前後雙引號喔 OK 這個也是我剛剛一直強調的 很多同學喔 就是沒有概念 反正1嘛 1就是1嘛 所以它跟1比 1個數字比 OK 如果你跟數字比喔 它就不一樣 因為它是文字 它不是數字 它不是數字 雖然看起來 在Israel裡面都一模一樣 但是 實際上運作就是不一樣 所以錯的話 也都錯在這裡 那之前同學也問我說 老師 為什麼我比對不一樣 明明不不都一樣 我說 一個是數字 一個是文字 當然不一樣喔 那怎麼辦 你把它轉一下不就好了 有沒有 要不就是你 通通轉文字 要不就通通轉數字 比一下就OK了 什麼轉 待會兒可以講一下 其實這概念如果有的話 有些問題應該都不存在了 還有一些時候 你資料丟給書 你的分析表的時候 如果你是需要做什麼 計算的 或者是需要做群組的 一定要是數字 可是如果你沒有把它變數字 就丟給它喔 它就做不出來 它就出錯了 那常常說 老師不對啊 為什麼 我平常都這樣做 沒問題 為什麼一直錯 我說你沒有轉大錯了 OK 所以有些都是細 細節問題 OK 是這種小地方 所以有時候發問題 我第一直接說 看一下形態 對不對 形態不對 改一下就好了 問題就解決了 也沒什麼問題 OK 好 這裡的話第一個 按確定之後的話 回來的結果 當然就是1或2 可是我要的結果 並不是1或2 我要的是男生或女生 那怎麼辦呢 第二階段我習慣喔 再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把它剪下來 剪下來 那剪下來的話呢 放在哪裡呢 放在那個if的邏輯判斷裡面 那剪下這個就是喔 我習慣上這樣 選取的時候不要選到等號 因為呢 將來呢 if本身又會一個等號 所以我在等號後面這一串把它剪下來 選不包含等號的後面公式 把它剪下來 然後呢 再插入這個if函數 if的話是在邏輯 邏輯裡面的if OK 然後把公式貼上 有沒有 貼到哪裡 貼到第一個格子 第二個是問題 反正它三個問題 第一個邏輯 告訴我一下 第二個 如果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做什麼 為force的時候 做什麼 那所以第一個喔 我把那個字先抓出來之後放這裡 然後第二個呢 幫我比對一下 所以這個等於是比對 比對看看它是不是1 如果是1的話呢 那它就是男生 反思的話呢 就是女生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 輸入給各位看一下 男生 有沒有 然後再來就是女 不過你會發現喔 它這邊 蠻貼心的一點是說 你輸入的時候 如果假如說 你輸入一個文字上去 它會自動幫你再加 前後加雙引號 你雙引號可以不用加 表示說它輸出一定是個文字 true跟force 那你按確定之後的話 在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全部都是女了 為什麼 其實就我剛剛講的嘛 有沒有 主要是在哪個地方出錯了呢 有沒有 上面公式喔 need 這個結果 如果等於1的話 那因為我直接輸入是一個數字1 那前面是什麼 文字1嘛 有沒有前後1 所以怎麼辦呢 還記得喔 1的前後呢 一定要加一個雙引號 這樣就對了 就是這樣而已喔 OK 所以其實沒有很 很複雜 但是卻是很常發生的錯誤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喔 有沒有 關鍵的地方喔 因為我發現啦 太多人就習慣 直接就輸入1了 很直接 輸入1 但也不能說你錯啦 只是說你可能不太了解 那個電腦裡面內部運作的原理原則 如果有這個概念的話 那你可以避開非常多的問題 喔 發現其實很多人的問題都 都 這個問題 屢見不鮮啦 因為常常同學問的問題 欸 不行 原因就出來這裡 OK喔 所以這個概念有的話 那以後的話 你可以避開很多很多的 這種喔 莫名其妙 你覺得莫名其妙的問題 OK 就是 形態發生錯誤 那順便講一下喔 如果啦 假如說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 像你如果用另外一個查詢 比如說你查資料喔 那 後面那個資料 假設是另外一個儲存根 它一定就是 來源就是一個數字 那你如果不想改後面的 那變成你要改前面的嘛 有沒有 變成說 假如另外一種情況就是說 後面這個E啊 我不能動 那前面這個E有沒有 那4D喔 這個E我要把它轉換成 欸 前面這個 這個 文字E啊 我必須要把它轉換成 數字E 跟後面的數字E 才會match嘛 兩邊 要不就兩邊都文字 要不就兩邊都數字 那可是問題是喔 我應該用哪一個函數呢 那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喔 當然 我剛剛特別強調說 盡量嘛 你就是熟悉 這個函數裡面的話 文字類 那當然喔 你可以從文字類裡面找 一定會有個函數 它就是 當你做 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 那至於是哪一個喔 其實你們有空的時候 就找找看 不過剛好喔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它剛好就放最後一個 所以你如果找到 終於找到 原來它放最後一個 就 value這個函數 不知道各位沒有用過喔 有沒有它上面就 它上面也有訊息嘛 中文應該可以看得懂喔 將文字資料轉換成數字資料 有沒有 OK 給我答案了嘛 使用的方法很簡單 它跟你講說 你只要給我個 測試就OK了 那不就OK了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 解決的答案其實下面都有 只是說你們可能 平常沒有那種習慣 特別會去看一下 每個函數到底怎麼用 所以其實說 像我的習慣就是 我會每個都去看 那看完我也會把它記一下 如果可以 以前不要認真的時候 就會把它做個筆記 自己把250函數喔 哪一個函數喔 可能可以做什麼 可能可以做什麼 可以把它做個筆記 那如果將來這個函數 貴了 那我就把它刪掉 貴了我就把它刪掉 那最後的話呢 慢慢留下就是 我可能還是不會的 或者比較少用的 如果每個每個你都熟 那是真的 你也沒有問題啦 OK 所以你問我說 哪個函數 可不可以做什麼 我大概可以回答得了你 因為我大概都有看過了 還有啦 有些地方的話 我還是建議寫VP 因為很多時間 還是做不出來 OK 簡單是還可以 複雜是真的不行 那所以這怎麼做呢 OK 那我們來怎麼做 其實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如果我剛剛的這個部分 前後如果沒有雙母號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 在那個MID的外面 先打一個VALUE 習慣上自己打 VALUE 然後前刮虎 後刮虎的話 請你加在等於的左邊這裡 有沒有 就把那個MID的這個公式包起來 OK 就是把它包起來就對了 那意思就是說 如果經過那個VALUE之後的話 它就會 這樣的E有沒有 就自動幫你變成這樣的E了 OK 那我們就按確定之後的話 剛剛後面這個 等於E的數字 你就不用改了 不用改前面 不改後面 OK 確定 下下填滿的話 其實理論上應該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啦 OK 大致上 是這樣子 應該沒有問題吧 雖然其實沒有複雜 但是 卻是蠻關鍵的 這也是 常常遇到的問題 喔 好 回用這些 函數 那我們有這種概念 LEN 跟那個REBT之後的話 那再來的話 請問再切到那個什麼 綜合練習 OK 那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其實可以先把84 84變成084 然後 7可以變007 然後再跟其他串在一起 所以第一步我們可以分幾個動作 第一步的話 插入函數 一樣呢 就是用什麼 其實你可以先用LEN吧 先用算幾個 比如第一個 我先用LEN 那一般 這個公式很冗長 可是這麼冗長的公式 你可以先從裡面慢慢做到外面 然後也是一樣 剪下貼上 剪下貼上的動作 所以LEN按確定 然後跟他講說 你幫我算一下喔 然後84這裡面是幾個字 兩個字 所以按確定說 再來你就在LEN前面加了3 三減掉什麼呢 這個什麼 LEN 那打勾當然就一個 就是意思上補一個0的意思 那補一個0 你就把這個補一個0的這個 資料 三減掉LEN這個訊息 把它再減下 然後放在REBT 的第二個參數裡面就可以了 所以你再找到REBT 然後把剛剛的那個公式 放在LUMBER TIMES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呢 要補什麼 補0 補一個0 就是補 就是把那個文字喔 那特別是喔 你如果看到TESL 務必要記得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好 這個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 沒有加 他就不是一個TESL 不是一個TESL就不對了 你就給錯了資料 他當然就會出錯了 所以以色爾其實是 怎麼講 他也就是固定規則啦 就真的 他也不會轉彎 他也不會有人情味 通膜一下可以嗎 他會覺得說你神仙病嘛 對不對 因為他沒有什麼 不像人 還可以模糊地帶 對 比如說你少嫁 他說啊好啦 我幫你嫁一下 不可能吧 那他自不利害幫你 不會的 所以你慢慢 如果你要把REBT用好了 我發現就是什麼 你給對的 就是你要養成好習慣 就是把那個規則記守 不要犯錯 就非常順暢 OK 所以我對這些東西都還蠻敏感的 一個地方 所以你們有些時候 動作做錯 我就覺得 怎麼會這樣 這樣你怎麼會做 就看得出來 你工作上一定會很痛苦的 對 一直出錯嘛 如果你很流暢的話 那這整個事情就會 感覺好像 行雲流水的工作 對 按確定 一個0 後面怎麼辦呢 AND 串接 一個 G4儲存格 打勾 1886 有沒有 那如果說 我們目前只有做出 0911 然後1-084的 084 所以我們再來怎麼做呢 其實還可以在公式前面怎麼樣 在股上什麼 09 所以09 你就把前面加 這個兩個雙號 然後呢 09 後面加一個AND AND什麼呢 再一個電信頁的把F2點一下 然後再AND 串接 那特別是文字跟文字之間串接 一定要AND AND這個符號 固定規則 AND什麼呢 AND一個-的符號 所以再一個-的符號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再給一個-的符號 然後再AND 剛剛084 所以打勾 有沒有 前面的話就是再輸入什麼 0911 就是ANDF4 AND一個-的符號 再AND它 可以特別出 每一個字跟字中間 反正就在AND 串接在一起 然後打個勾 有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那個84 我把推特知道AND是很重要 因為以後如果沒有AND 他沒辦法幫你串一起 而且 字跟那個儲存格 字跟公式都一定要一個AND OK 不要做錯你看就串完 那後面還有默碼 默碼怎麼做呢 其實如果 如果你區碼做得出來 默碼也應該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 後面規則是要把G4跟H4就好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F4後面這個AND到- 因為減號我也需要 AND減號 然後後面這一串呢 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再把它貼到 這個公式的後面 並且把G4 這個儲存格 改成H4 把G4呢 再改成H4 然後再打個勾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公式部分的話 如果你怕有些會 被Loss掉的話 其實你在獎益裡面的 剛剛第15頁也有 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然後另外第16頁 也有我剛剛做的 這個REPT的這個公式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我們分幾個步驟嘛 先刪減掉LEN 再把刪減掉LEN 放在REPT 再把REPT後面補一個趨勢 再串在一起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 向下填滿 點兩下 直接在這個儲存格的 右下角 空點 快點兩下 這樣子 就全部填滿完成 底下的事情就OK了 所以試試看 剛剛我們主要是針對 REPT加LEN 至少 就是 然後 又 既然 癸 的 然後